川普真的是炮火四射 哪些地方不听话 就用制裁的方式 希望其他国家造他的游戏规则来玩 我们来看现在 为什么说美国制裁上了瘾呢 这个因为川普之前通过了 2020的财年的国防授权法 当中有一条 又被媒体拿出来做了讨论 这是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工程 是从波罗的海 海底铺设的运输管线 把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送到欧盟送到德国去 那美国就说 你这个东西不能够再盖下去了 因为盖下去的话 奉劝德国不要 因为你现在跟俄罗斯 买那么多的天然气 以后你的能源就被俄国给绑架了 他要你怎么样 你就得听话 所以美国是为了你的好 你就不要把这天然气继续盖下去 要不然的话 参与的工程企业或个人 就要被美国施以制裁 你个人或者财产都要被冻结 所以黄老师你看这个 美国是心地很好 提醒国家不要被俄国绑架吗 第一 第一川普他基本上美国第一 所以所有让美国吃亏 或者是不是对美国特别有利的 他都是采取紧缩 这是普遍的 包括叫盟国负担更多的军费 这一系列他整个逻辑是如此走 第二个 这个我觉得川普用的这个 这一招基本上是美国行政部门的共识 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国会也是共识 对 所以这个NDA有一些是国会议员加上去 但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的 可是这一个决议是在美国的政坛最起码 全国共识 应该是有共识 因为要求国务院在60天你那要提供名单 你那上面的企业跟个人 全部都要被美国财产相关的冻结 或者是限制到美国等等 所以这个是立即就会实施 在美国国内没有什么 政坛上没有争议 但有这样的共识的前提是 就是美国至上 就要听我的吗 不完全是 因为它牵涉到美国跟欧盟的贸易 美国跟德国之间 对于如何共同对待俄罗斯的见解 中间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 就是这样子的话 德国的无核家园的时间表 可能要往后延 就是说德国如果说这个天然气供应 不是照表操客的话 它很可能核电厂的 或者是跟其他国家买电的 那个整个局 就要重新来估 其实为什么美国会觉得说 欧盟或者是德国 不应该跟俄国去买天然气 几个面向解读 包括了川普接下来 会不会把贸易战 跟中国大陆之间 稍微暂时的停火之后 炮火准备对向欧盟 对向德国呢 另外也包括了 美国自己本身的 业业开展技术承受之后 现在美国是全世界石油 跟天然气最大的一个生产国家 你要跟我买 你怎么会跟俄国买呢 即便我卖给你 会比俄国贵的快一倍 但你还是得跟我买 这是美国的思考出发点 因为有钱应该是我来赚 不是别人来赚 所以他用这种各种各样的 一个制裁的方式出口 那我们来听一下老大 因为现在德国就说 我跟谁去买天然气 是我的购买的自由 这是我们自己国家内政 做的一个决定 跟谁去采购 当然是越便宜越廉价 然后越有品质保障 这样相对来讲是方便 你美国这样做制裁的话 等于是干涉我的内政 请教一下老大 因为德国去批美国 干涉内政这个说法 很熟悉 因为美国去点名香港 或新疆问题的时候 北京也说 是美国去干涉别人内政 不过西方世界 现在就没有双标了吗 同一标准都批美国了 其实美国这个方法 就跟台湾一般 那个黑社会一样 你开任何店 你那个茶叶要跟我买 你外面买的茶叶又好又便宜 不行 你一定要跟我买 这是为了我的利益 那当然这个大哥 下面的手下 就是美国三亿人民 他当然是支持的 那川普现在很清楚 他管你外面怎么样 他就是说 他管你外面讲 他有没有道理 讲起来就没有道理 人家跟谁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霸道 就不甩这些 所以我觉得川普 邪克达尔斯 德俄要通天然气 川普制裁没道理 管他两国砸抗议 管他怎么抗议 连任才是硬道理 他要连任 这两国有选票吗 连任是美国人有选票吗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不单是美国国会 美国行政部门 美国所有的这些公民 都是认为这样很好 对不对 所以他是考虑国内 反正川普对外的一些 手段做法 即便看起来是霸道 但是看在美国人的眼中 是为了我们美国好 都会支持 川普也认为说 这是有助于 他全楼藏灌了 好 我们来看到底 美国贵多少 美国利益 开采金属成了之后 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 石油跟天然气的生产国 他们劝德国要买美国的 但是从美国 你运输的成本 就会比较高一点 你俄罗斯从波罗地 还是直接接个 地面上的一个管线 当然便宜 美国 还有 民主自由的天然气 要比俄国贵三成左右 所以当然俄国是 就觉得说 应该说德国跟欧盟 当然对于 旁边的 俄国来购买的话 比较方便 但是用制裁的手段 逼迫 你觉得 德国或欧盟会买单吗 这个议题其实很核心 事实上 包括北约要加防务费 包括欧洲洋言要成立国防军 这些都是最核心的议题 因为这个议题 对美国来讲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你刚刚讲的 确实他想卖他的叶元器 可是主要是因为 欧洲现在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就已经有30%了 那如果这条管线继续完成 他依赖度可能会到达40% 这是第一个层面 就是美国也想赚钱 那第二个就是 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度 会大幅提升 那第二个是 这个是直通 他是从海底直通到德国 他没有经过乌克兰 那会让乌克兰的 地缘价值下降 那美国本来就在缴获乌克兰 那如果缴获乌克兰 不能够让欧洲感到压力 或俄罗斯感到压力 那美国就少了一个地缘筹码 而且之前俄国通过欧洲的 这个天然气 也有经过乌克兰部份地区 有经过乌克兰 本来乌克兰还因此有些收入 所以这一次我跟你讲 现在就现在到德国 跟俄罗斯能不能撑住 那俄罗斯现在就跟美国讲说 我愿意让步 所以我保证乌克兰这条管线 一定都畅通 说你只要让我北溪二号可以盖 那那一条我不会找乌克兰麻烦 所以欧盟舍去乌克兰 把乌克兰抛弃这样的理由 就不成立了 就是说 欧洲到时候是两条一起买 两条一起买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俄罗斯部分的让步 可是欧洲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欧洲就说 他真的就是想买比较便宜的人员 那想要避免乌克兰的变数 所以他认为北溪二号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坦白说 因为美国已经扬言说 谁去兴建我就抵制那家企业 对 所以瑞士那个企业就怕 那个欧西那个公司 那变成说欧洲政府敢不敢挺兴建的公司 他敢不敢这样干 俄国是完全不理会 我们就继续干 看现在是欧洲的企业 因为欧洲坦白说 我上次有跟你讲过 欧洲跟美国的贸易是7800亿美元 你都是用美元结算的 那美国光是用金融体系就压死你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坦白讲这次真的考验的就是德国 还有欧盟 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 不过这个会是非常大的考验 这个授权法通过以后 第一个出手就美国财政部 就立刻出手 立刻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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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2018年 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美国是霸道 但是你从川普或是美国政府的角度 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2018年 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1686亿 那你身为是美国的总统 川普要make a American great again 当然要赚钱 怎么能够让人家赚我的钱呢 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欧盟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 是仅次于中国大陆的 所以中美贸易战停火的话 那接下来刚好是让川普手边 更有多的 不管空间也好 或者是游人有余也好 他可以趁这个时间对欧盟来开战 所以制裁北溪2号 或许是对欧盟的一个刚开始而已 黄老师你怎么看 对 其实刚刚郭委员已经讲了 他是一个类似组合拳 你要看一盘棋 没有错 所以这个 而且美国把欧盟当作 贸易战的对象 又不是2019年才开始 他去年就已经警告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没有可能 去年汽车关税有得逞 对啊 所以他如果能够跟 中国大陆第一阶段协议签完了以后 他把一部分的精力放在 跟欧洲的所谓贸易平衡上面 他就比较复杂 不过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个点 他还牵涉到5G的规格 对不对 他还牵涉到其他中东地区形势 跟俄罗斯在美国慢慢撤离 这个中东地区的时候的整个一盘 放在一起看 所以这个 我觉得美国最起码在这个天然气上面 目前是有共识的话 可能欧盟可能要避一避风头 可能比较好 欧盟采取的接下来的步骤 可能会稍微缓一下 避其风就对 因为刚刚老师讲 这有点组合群的概念 因为整个欧盟还牵动到 中东的一些局势来做连办的考量 不过刚刚提到 汽车这部分美国去年是有得逞 没错 对于德国的汽车 对于法国的飞机 也是川普的concern 也包括了现在欧洲的钢铁跟天然气等等 美国跟欧盟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 关税是当武器 制裁是当手段 那有学者形容 你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就是要帮美国赚取更多的外汇 让美国的经济能够持续的成长 然后把工厂带回去美国 但是你从其他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像是有一种 某种程度上面经济层面的恐怖主义 因为就是我说了算 老大你怎么评估这两个说法 就是可以讲就是 他是一个经济的 恐怖也没那么恐怖 经济的这个黑道大哥 他说了算 那因为就是你要知道现在美国他的债很高 其实美国也缺钱 那缺钱的话 所以说这个川普呢 他刚我刚讲的说 连任才是硬道理 那要怎么连任呢 我们就继续做打合思 川普连任要选票 对不对 争取选票就开支票 不跟蔡英文一样 我们开支票 对不对 那支票对线是要抄票 对不对 要敲诈盟友当肉票 最后一句 对不对 这个你拿一点来 这个你拿一点来 对不对 我给你要这个给你要不准 你这个要买我的 因为买我的 我可以赚比较多嘛 那是不是就是 这是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手法嘛 对不对 那但是呢 但是在经济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 你也赚了人家的钱嘛 所以人家也要赚你一点钱嘛 虽然你赚他的钱是 是给美国帮了很大的忙 他赚你的钱 让你吃很大的亏 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个规则嘛 对不对 凡是老大说了算嘛 除非有一个 更能压制他的老大 或警察过来嘛 敲诈盟友当肉票 肉票对不对 看起来 就这一票 大部分都成功 加拿大 墨西哥 日本 韩国 台湾都成功 对 对不对 我们的军活 德国也成功 从美洲到亚洲都成功 他会知道你要什么 不过欧洲相对来讲 形式比较复杂一些 德国也成功了 去连汽车关税 你这样讲的话 川普好像 其实 纵观来他到目前为止谈的 都还是有达到 他心中想要的那个地位 只有中国没有那么顺利 不过你看这个 美国这一套 你说看在普丁的眼里 普丁看了以后 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资格也可以来这么做 现在传出 俄国也打算把能源政策 武器化 因为你 美国你就是把关税当武器 然后把制裁当手段 那既然我俄罗斯有最多的东西 就是天然资源 我把这些天然资源 可不可以变成像武器一般 来做 不管是制衡北约 或者是当做其他国家 供应的时候 掐住你脖子来讲也好 还有很多使用的方法 怎么样把能源当武器化 国源你有这样的 我觉得不容易啦 因为液源器採成功之后 国际油价要冲破60块 非常困难 那这个基本上就压制了俄罗斯 他把石油当武器的 一个上限 俄罗斯事实上两大财政的收入来源 就是一个就是天然气加石油 一个就是武器 那事实上他的收入已经大量减少了 因为以前石油曾经飙到120以上 那那个时候就是普京最黄金磁带 现在他没有这个筹码 因为比如说伊朗 伊朗他也希望增产 那人家也可以跟伊朗买 那只是因为受制于美国制裁 对不对 那美国的业营油 也要开始全世界卖 所以我认为就人员来讲 除非他是直接把那个天然气 也管盖到你家 像比如说对中国 还有对德国这一次 那因为地理的位置的关系 它有特别优势 否则我认为在国际市场上 竞争事实上很难再涨价 很难 其实我们从川普当家以后 不断地讨论到川普在商场上 一些谈判的技巧 先施压 然后再跟你要比较好的deal 感觉那一套路子 就是这样扑下去了 然后就用推特来先恐吓你 但刚刚委员提到 你从美洲的加拿大 墨西哥 亚洲的日本 韩国 甚至到了欧盟地区的德国 都让他称性 都得逞 然后对于中国大陆这块 比较是铁板一块 但是俄国的普丁其实 其实也没那么甩川普 但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 去达成一些 能够让双方能够 继续做出来谈 但是现在普丁呢 他现在是北溪二号 要继续完成之外 还高调地宣布要部署 超高音速的武器 你觉得双普 在谈事情的时候 老师你怎么样来观察的 因为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一个是谈判商场上的高手 一个是KGB的大头目 思维理则 成长背景 决策模式 还有任期 任期 最重要 通通不一样 可是 可是我觉得 刚刚两位都讲过 比实力 对不对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 跟美国怎么比 所以 所以你要打长期的 长期抗争 你要打架 这个要选对时机 我觉得普京跟那个 跟中国大陆都没有什么任期的压力 那个是美国总统有选举的压力 所以你要不要在美国总统面临选举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跟他正面对决嘛 那川普说不定没选赢呢 对不对 你要不要在他选前跟他来应的 我觉得是川普他不会怎么改变 他冲突妥协进步 那个是他一贯的理责嘛 那么所以你要不要现在 就是普京决定要跟他来做 那当然中俄之间的关系会牵涉到 这个如何对付美国 那么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川普有更大的量体跟条件 去比较强硬的来对付俄罗斯的这种 所谓战术上面的操作 这个我补充一下 那个11月25号纽约时报 发表一篇文章 他说欧巴马在大概2014左右吧 就公开说俄罗斯是区域强权 不说他是全球的 那那篇文章主要就在写说 俄国的国力 就是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啊 那为什么会感觉力量越来越大 那川普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他就说普京这个人 很敢在军事上出手 军事上 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他有利 那他就 他国家能力所及的时候 他就很敢于出手 而且时间非常快速 那乌克兰那个决策是最明显 瞬间把克里米亚变成俄罗斯的也是 那叙利亚最近出兵也是 所以普京他是一个从 自己最强项的部分 就军事 去出手 对 他不会说跟你用经济 或者其他面向跟你PK 不太可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强弱在什么地方 对 我们等一下回来 就聊刚才黄教授提到的 中俄之间的关系 如何的 不管是联合也好 或是一起来抗美也好 当然牵涉到 中俄对于美国之间 怎样做个处理 我们回来聊 伊朗 中国大陆跟俄国 马上回来